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的廚房 網上很多人最近很流行做巴斯克焦香芝士蛋糕 因為原來這個甜品是被《New York Times》選為年度最受歡迎的甜品 除此之外這個可以說是零失敗的甜品 因為它有焦香 即是你怎樣弄焦它都會很好味 現在這個芝士蛋糕本身的整法都已經超級簡單 不過這次就想和大家把這個食譜轉一轉 變成一個全素的食譜 全素的人即是他連奶類製品都不吃 所以我們這次是不可以用忌廉芝士 那大家就看看怎樣可以不用芝士蛋糕 但有做到芝士蛋糕的效果 我亦都把這個食譜的卡路里降低 它是正常的芝士蛋糕一半的卡路里 所以喜歡健康又在減肥的你們 如果你們想吃芝士蛋糕的時候 就可以跟著我這個食譜做 我現在就一邊講材料一邊去做這個蛋糕 所以做的過程會慢一點 但如果你看完我這段預備好材料 其實所有東西都倒進去你的攪拌機 幫你做完所有動作 我想這個蛋糕五分鐘的準備時間都已經很足夠 我們首先在開始之前預熱了我們焗爐200度 肯定我們整個蛋糕是由底去到面 都是一個很均勻的溫度去焗的 最重要就有一個攪拌機 我首先把攪拌機的器皿拿出來 一會兒就把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平時我們最重要是忌廉芝士 但忌廉芝士其實它的熱量是非常之高 讓我讀一些數據給大家聽 如果我們平時用普通的忌廉芝士 它一杯的份量有812卡路里 但如果我們用全素的忌廉芝士 它都會減少一點的 就有720卡路里 但今次我想挑戰 連全素的忌廉芝士都不用 我們全部都用原材料 不用一些別人已經做好的忌廉芝士 所以我參考了一些全素如何做忌廉芝士的食譜 再加上一些原素芝士蛋糕的食譜 把它混合成現在這個食譜 剛才我們聽到這麼客人的數字 今次我們會用一些更加低的卡路里 就是豆腐 豆腐一杯的卡路里只有180 足足是剛才如果你用普通的忌廉芝士 812卡路里 它差不多是四分一再少一點 今次會用這個滑豆腐 滑身一點 令芝士蛋糕可以奶油一點之外 它也會很香的豆腐味 我選了這款是日本的有機豆腐 這個材料也很重要的 最好選擇一些更漂亮的豆腐 做出來的芝士蛋糕就會更加香 我們將這個有200克的豆腐 放在我們的攪拌機裡面 然後我們再需要一些豆類 令它更加結實 今次我選用了兩款豆 平日我們用的豆 最主要都是用腰果 因為腰果它的香味 可以模仿到一些芝士的香味 就好像我之前做一個 不需要用芝士的芝士餅的片 大家可以按去看一下 那個我們都用了腰果 但腰果本身的卡路里其實都比較高 它100克有553卡路里 雖然它也是很健康的食物 它有一些很天然的脂肪 但是卡路里也是偏高 所以我這次都加入了其他果仁 令到它的卡路里可以降低 我就用150克的原味腰果 買的時候要買原味 即是不要有啡色的腰果 而且你們買完回來 最好事先把它浸了水 我就把它浸在冷水中 大概浸了一晚 可以快一點的 可以熱水浸20分鐘 浸到它軟身 放進去攪拌的時候 就會容易攪拌到 沒有那麼容易有粒粒 它是乾身的時候 秤150克 如果你浸完水之後 大概有180克 只有150克的腰果 是不夠的 令它整個質地結實的 所以我就選用了第二款豆 腰果100克有553卡路里 而另一隻豆叫櫻嘴豆 100克有164卡路里 亦都是網上全數芝士蛋糕會用的材料 但我這次嫌櫻嘴豆的卡路里 也太高 我這次選用的是 這隻叫做奶油豆 我買回來的這隻是罐頭 所以買回來 將它的水倒走 然後秤180克左右 它沒有腰果 本身有一股很香的腰果香味 它的作用就是令到這個質地更加結實 所以本身用鷹嘴豆 也可以令到它更加結實 但我們想將卡路里再降低的時候 我就選了這隻奶油豆 100克只有80卡路里 完全是普通鷹嘴豆的一半 也是腰果的 七分一的卡路里 而且不同的豆類也有豐富的蛋白質 這三個靈魂的材料準備好 還有椰奶 這次我選用了這隻椰奶 都會叫做椰漿或者椰奶 需要200毫升的椰奶 加了椰奶 加了椰奶 你的芝士蛋糕更加有椰汁的香味 然後我們需要調味它 我們需要風糖漿 這個是100毫升 整個芝士蛋糕的甜度 就是用這個風糖漿去控制 風糖漿的卡路里 也比平常的白糖、紅糖低的 也比較健康 然後再加入雲呢拿油 一個茶匙的雲呢拿油 令到它會有些雲呢拿香味 因為平常人家做全熟的忌廉芝士 是要將一些豆腐 再加入一些酸的東西 令到它好像有芝士發酵的味道 這次我們加入的酸的元素 就會用檸檬汁 我拿了一個檸檬的檸檬汁 如果用筋涼 就大概4個湯匙 記住去掉一些核 1 4個湯匙的檸檬汁 然後再加少許鹽去調味 1汁 2汁 最後就要加一些鷹粟粉 令到它整個蛋糕可以挺身的 我們需要兩個湯匙的鷹粟粉 所有材料都放在這裡 我們就把它放進攪拌機裡 攪拌了 攪拌完了 它就會很奶油的 一個粘液 也不會太瓊 不會太水 而且最好你要確保 所有果仁都攪拌到很爛 最好用一個高速的攪拌機去攪拌 這個方法是不是很簡單 還要用攪拌機去攪拌 忌廉芝士 麵粉 和蛋 芝士蛋糕的底已經做好了 我們是時候 就要拿進去烤 首先我們就預備一個盤 最好選擇可以脫底的盤 我有兩款 這個也是一質底的 如果你是喜歡吃厚 你可以用一個大概六吋的盤 這個應該有七吋的 我這次就用一個七吋的盤 因為我喜歡它可以接觸焗爐的面 因為它會比較大一點 它會有多焦點的位置 吃出來會更加香 我們就預備一張焗爐紙 然後就放進盤 把紙放在盤的中間 然後就一個前頭 按下去 因為這個芝士蛋糕 它是要有些苦拍紋 所以我們就把它旁邊 有炒炒的感覺 就可以了 只要你把這個紙 包在整個盤的邊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會放兩層的紙 因為第一層它有些位置會不夠 而且放兩層 旁邊就沒有更容易焦焦 剛才是打直 我們現在就把紙打滑 很隨意很隨心 好像一個花 然後我們就把上面多餘的位置 就剪走 因為不是它的紙會很容易焦 剪走一些比較厚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剛才 攪拌好的倒進去這個盤裡 我們可以給你看一下它的質地是怎樣 它是稠的身 然後把全部倒進去 然後把全部倒進去 大概現在 沾了三分之二的份量 倒進去之後 我們會看到它有很多泡泡在上面 因為我們剛才放進攪拌機 我們就要把泡泡倒出來 預備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焗爐 大概200度焗50分鐘至60分鐘 或者焗到你會看到它的面頭 已經有少少燒焦 變成啡色的狀態 把焗爐拿出來之後 放在室溫 攪動它大概三至四個小時 記得不要從這個烤盤裡拿出來 不是它會很灑 到你整個蛋糕已經冷了 你可以摸一下蛋糕底 完全攪動之後就可以切開它 平時的巴斯黑椒香芝士蛋糕 就是焗爐拿出來 讓它放涼三至四個小時就可以吃 但我這個全素健康版 當它冷了之後 你可以試一下 但我建議 就是把它放進冰箱 放進冰箱 放進一晚 效果是最好最好最好 因為它始終沒有忌廉芝士在裡面 所以當我熱吃的時候 做不到芝士溶那種感覺 但它的口味和芝士非常相似 是它有很多小事情 爽快 這個地方 可以去做到 有很多小事 或是可以欠的 這裏就是我以前 冰箱之前已經放進冰箱 既是有很多很好的 芝士蛋糕 好 所以我應該試一下 你先看看 就是這個 這裏就是我之前 它冷藏後 質感更像芝士蛋糕 因為它非常creamy 加上你會吃得出有椒果和豆腐的香味 還有一點點酸味 我們加了檸檬汁令它更像芝士 但這個芝士蛋糕最棒的是 它旁邊燒焦了一點點的位置 其實它旁邊燒焦的位置好像有點焦糖的感覺 令它這個蛋糕更加香 所以我很喜歡旁邊燒焦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放在焗爐焦久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它的焦味超棒 千萬不要說減肥或吃全素的人吃不到好吃的東西 因為這個蛋糕真的超級棒 記得跟著我的食譜做 很開心你們支持我之前的影片 很多人跟著我的食譜做 看到很多人做完之後在IGSORRY看我 我看到你們的相片都拍得很漂亮 如果你們這次又做了 記得按下我 我可以看到你們的製成粉 告訴我你們喜不喜歡吃這個 全素健康版的芝士蛋糕 我要跟著這個甜品界的潮流 去做一些健康版的甜品給大家 你們喜歡我的影片就留言 按讚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真的很酷 普通的人應該不會覺得它沒有芝士 你知道嗎 我試做這個蛋糕 試了很多個版本 我想我吃了一個星期 還是兩個星期的早餐 都是這個芝士蛋糕 但每次吃 我吃完一塊 都會上癮又想吃到一塊 最近吃了很多芝士蛋糕